潘先生三年前花了600多万换新车 车带月缴4万多 再一年就缴完了 但现在大家不出门玩 他也没收入 想要转换 不再开游览月了 不要开游览车 可是车子要卖 像我这部车 现在要卖不到30万 比较轿车还便宜 但这还不是最惨的 李先生开游览车十几年 这是头一次 车子整整两个月没动过 那你车都没有发动到 现在你每天来做什么 发动车啊 为什么 不然你已经就会受损 很无奈啊 那你这段时间怎么办 收入怎么办 那就没有办法 肺炎疫情全球蔓延 波及行业慢慢浮上台面 政府纾困方案 能否及时到位 帮助业者趁过这段时间 早日恢复昔日荣景 大家新闻来配选林清宏 台中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